Zither Harp 我们看86月第一段经文 会有他方狗土及沙婆世界诸大鬼王 所谓恶目鬼王 淡血鬼王 淡精气鬼王 淡胎软鬼王 行病鬼王 涉毒鬼王 慈心鬼王 狐狸鬼王 大爱静鬼王 如是等鬼王 这一来集会 我们看第一个 忽有他方狗土及沙婆世界诸大鬼王 所谓恶目鬼王 这个恶目鬼王 他是 心存刚毙 隐光 献 愤怒 愤怒的恶状 怒行恶状 然后 目怒凶光 来对付恶人恶鬼 那么 就像法官在审案一样 他献这个 愤怒金刚像出来 那这些患人 才会被 折服 他就是 目怒凶光 对付恶人恶鬼 让他 回恶向山 因为这些鬼王都是 法身大事 他们 印化的 他们都是 法身大事以上的 在一视线鬼王 我们看这个 在做三十七天的时候 往生年后都 会有 焦面大事 那个焦面大事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 他为什么 这焦面 他脸部都烧焦了 他为什么 他视线 第一 因为第一 都是蒙火 那蒙火又 脸部都烧焦了 所以他 以同列身视线 印尼和尚 得度者 即现和尚 欧为说 他视线鬼王 像说 他也视线 那个鬼王的样子 就是 焦面大事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 视线的 所以欧母鬼王 它是一种 教化作用 教化视线 再来 但谢鬼王 但谢鬼王 就是喜欢 吸血 我们一般 现在讲的 吸血鬼 那他在什么时候 吸血呢 他在你造 杀业的时候 杀生血食 那就会 堕落这个 鬼道身 被淡谢鬼 淡谢鬼 就是吸血鬼 那么 这个鬼王呢 他是喜欢 吃众生的血食 常有屠宰之常 以 心善 为食 那么 喜欢吸血 这些鬼道众生呢 就有这些 淡血鬼王 来统治管理 所以地藏经 不是有讲吗 地藏经讲说 言福提人 出生之时 不温难你 后裔生死 但做善事 争议色宅 自令土地 无量欢喜 勇护之盟 得大安乐 利益见识 这一段就是告诉你说 言福提的众生 在生产的时候 不管生男生女 要生小孩的时候 一定要做善事 回上给这个小孩子 业障消除 增加他的福报 然后呢 也敢得土地神 无量翻喜 来拥护这个母子平安 可以得到安乐 那么这里面 地藏经又告诉我们了 后裔生相 生物杀害 起出先类 供给产母 及广际建署 饮酒食肉 割夜闲管 能令祖母不得安乐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般我们 民间的西施 只要生小 一定要进步 所以我们讲说 他要生产出来以后 都会做什么 做满业 做民业 那都会什么 民业酒 那要养身体 那母亲都要养身 因为生产 它是一个产难 产难的时候 他身体消耗很大 所以起出先类的 供给产母 及广际建署 饮酒食肉 就是比如说做满业酒 满业的这个餐会 然后在割夜闲管 就是现在讲的 请夜队来演奏 这样会能令祖母不得安乐 会让这些 母子不得安乐 为什么 第一段经常跟你讲 何以故 是残难死 因为生产 就是母难日 一个人要到人间的脱胎 英光大师说 人生是从我来 他都带了业力到人间来 带了业力来 他不是菩萨成人在来 他有他的业障 而且母亲生小 都是很危险的 那有无数的恶鬼 及亡两金妹 一尺心谢 在地上经讲的这么清楚 那就是这里讲的 淡血鬼王 再来 淡金气鬼王 这个淡金气鬼王 又叫做皮色色鬼 他的样子像小孩子 专门吸食人的精气 尤其是好色的男孩子 晃逸之人 摇动其精 此鬼 得其便 那什么时候呢 在燃欢你爱的时候 他就在旁边等了 他要吸食你的精气 把你的精气吸光了 又是无骨之气 让他好省 所以这些精气鬼呢 都有鬼王统治 所以我们要心存正念 你有正气 精气不善 你如果杂念 妄想 邪影的念头很多 精气会善失 这个时候 淡金气鬼王 便来吸精气 相反的 你心正气望 鬼神尊敬 鬼王 便不得其门 这个是 淡金气鬼王 再来 淡胎乱鬼王 淡胎乱鬼王就是 胎者 死也 赴你三个月怀孕的时候 胎老就成形了 到三个月的时候 虽然胎行不是很记住 但是这个时候 生命的气息 已经快形成了 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完全胎行 记住的时候 他那个生命的气念 还在未定之中 就是生气未定 就是生命的气还未定 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知道 胎教 赶你善则善 赶你恶则恶 所以古书 为什么有胎教 就是要保护 小在混沌的时候 正统混沌之时 他要生产的时候呢 就有无数的猪恶鬼 来征担 食胎医 所以有鬼王同志 所以为什么 怀孕的时候 一定要在养胎 护胎 最后的养胎 护胎就是胎教 你要学 周文王的母亲 她怀周文的时候 口不出恶 不说这个恶口的话 恶不闻银声 什么叫银声 银声就是 会让你起心动念的声音 会让你起贪嗔痴的 这叫银声 目不见邪色 眼睛不看邪 的人事物 可不出恶言 目不视邪色 耳不闻银声 这个三步 终于生出一个周文王 这么英明的国王出来 周文王才生出周五王 才建立周朝的江山 福报八百年 所以为什么现在 年轻人起太太叫做太太太太 就是希望你的妻子 能够像周朝的 太疆 太任 太氏 这三太 这样的慈悲 这样的贤惠 因为有贤母才会生出贤女 有贤女才会有贤母 有贤母才会生出什么 贤子出来 那才会有贤人 所以为什么 英光大叔说 天下之大前 女人掌握一半 就是因为她会产生贤母 贤母会生出贤女 贤女又是变成贤母 贤母生出贤子 贤子是贤人出来 所以太教练要从怀疑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么再来行病鬼王 行病鬼王 就是瘟疫 行病王就是行瘟疫的死者 他是东内府军所派遣的 他是属于东内大帝管辖的 那么在活法昧死的时候 活法增长 种种灾难 流行事件 那恶鬼下降 变为女生 跟众生接触 散播各种病毒 比如说现在想 艾滋病 性病 这个都是鬼王出来散播瘟疫的 比如说像2003年的 SARS瘟疫流行 我母亲那时候 要往生前 她就是在台大医院 疑似染煞 因为照顾她的医生也染煞 疑似SARS 照顾她的外劳 疑似SARS 全部都被关到星光医院去了 那时候我母亲送到台大的重症病房 就是SARS的专属病房 就是温度非常的低 我那时候穿了隔离衣 隔离帽 隔离袜 隔离手套 进去为母亲说法 那么那时候 非常无助 就是因为我帮那个南宁宁生宴重建他们的佛事嘛 南宁宁生宴的那个和尚宁就告诉我说呢 他就请他当家事转达给我 他说你请房警官呢 这段期间 他母亲的恶业 一定要靠孝子给他救度 因为我母亲是阴押人嘛 他说一定要靠孝子帮他救度 后来我们两个夫妻呢 就在家里做七天七夜的八观灾戒 七天七夜的八观灾戒 都是每天过不死 所以慈戒呢 他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消除这个瘟疫的灾难 所以呢 行病鬼王呢 就是专门在损害人的恶鬼 他在惩罚这些作误的人 散播这些瘟疫病菌 散播这些瘟疫 这都是行病鬼王在做的 那么涉毒鬼王呢 涉毒鬼王就是 在我们生存的空间内 有很多毒气 有很多污染的物质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空污 那这个空污里面 事实上他有很多毒气 或是致癌的物质 比如说现在的水啦 或现在的食物啦 我们周遭所使用的东西呢 其实他都是有含有毒素的 所以很多毒气 那么这个受毒鬼王呢 他能够过力 也能够受服一切 这个世间的有毒的东西 包括这个世间比较有毒性的 比如说毒蛇 或者是毒虫 那么可以让众生呢 不受这个毒害 那么在五量寿经里面呢 有一记经文叫 饮苦食毒 那么这个也是大家都 面对现在的食物中毒啊 或者现在的这个基因改造 我们现在每天面对的 不单是说 没有吃素 吃肉的人也是这样 我们吃素的人也是要去面对 事实上就是一个 饮苦食毒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这个是我们人心呢 无恶不作所造成的 然后法师说 在这个灾难平缓的时代呢 我们唯一的生路就是 端肉修善 那激功雷德 然后呢 戒杀吃素放生 恋佛求生净土 这是我们作为现在写佛的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节悟 对现在的饮食环境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消灾免难 这是以上呢 我们提到这个涉毒鬼王 那再来下面看这个慈心鬼王 慈心鬼王呢 就是这位鬼王 他心地非常慈悲 那么他呢 常常呢 以慈心呢 慈悲的心 以乐视施以众生 那么恋恋的呢 爱护众生 所以呢 他被称为呢 慈心鬼王 这位鬼王特别的慈悲 再来 福利鬼王 那么福利鬼王呢 我们知道这个 福跟后是相对的 利跟顺也是相对的 像城隍野 土地神 这个就是属于福利鬼王 城隍野跟土地神 他会 欠化众生呢 能够 远离灾后 希望众生能够 行善积德造福 这个就是 福利鬼王 他来教育众生 他的目的 那么 这个鬼王呢 都是以利益事 帮助众生 不降灾难 损耗 那你怎么才可以得到 福利鬼王的 庇佑呢 这里讲 跟佛要结缘 要归一三宝 我们就所谓的 三归五戒 所以三归五戒呢 有三十六位 父法神 然后法师说 你造的口业众 三神是会远离的 在佛门里面呢 你说三归 事实上三归呢 没有我们讲的 那么简单 比如说 我们说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生 但是真正的三归呢 它是成佛之戒 你如果真正做到 归于佛 是归于绝 那归于法 是归于正 那归于生呢 是归于清静不染 归于节正静 那就不是普通的三归而已 这个就是成佛之戒 所以真正要说到 究竟呢 三归呢 是成佛之戒 你真正归于到节正静 那就这成佛了 六大师说 自信的三宝 你真正做到这样三归一 这个三归一啊 就可以得到 有三十六位父啊神 日夜保护你 那法师说 这个灰人呢 就是鬼啊 燕心在主 还有妖魔鬼怪 他不能靠近你 都有父啊神 在保护你 那这是三归 三归有三十六位父啊神 五界有二十五位父啊神 五界如果你能够吃得非常 清静 那每一界都有五位父啊神 五界二十五位父啊神 佛经上讲所说的 善男子善女人 真正心善行善 比如说你过去生的燕心在主 找上你的 但是他们基本上 因为会远离你 为什么 因为他不敢伤害你 因为他让你好好修行 你成就了 他们可以沾光 那你没有成就 当然他就要讨债了 所以 老法师对于燕心在主 怎么样可以得到 这个龙天善神的妇佑 老法师也有开示 老法师说 我们把燕心在主 如果让这些账能够清呢 这个相当不容易 邪佛同学呢 修行最基本 早晚课诵 早晚课诵里面呢 都要把修学功德 回向给过去 现前的燕心在主 诚心诚意的 再求三宝加持 让他能够感动 那我觉得呢 我看到很多连友 很多邪佛的 后来也有业障现前的 那就是什么 没有真正刚才 我们讲的 做到真正的三规五戒 要真正能够做到 真诚心 那就有感应 所以 第一点 老法师说 有感应 希望燕心在主 能够放弃 不干扰你 你就要学那个 谭希老法师 在印诚会录里面 那位刘文化 他们八年寒窗 堵嫩言 那种功德力 所以你要有功德 你就可以超度 你的燕心在主 那什么是功德呢 戒定会是功德 无相布施是功德 三轮体功是功德 无贪 无称 无痴 是功德 所以功德在哪里 功德在六度中去求 在法尊中去求 最主要是 你要有觉悟 你才有功德 比如你学佛修行 你一天一部无量寿经 一天一部地藏经 一天练佛一万生 那你要不断的学习 观照 你的毛病学习 是不是越来越少 你的探真之慢 是不是越来越少 你能不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 能够 若能转进做同路 你六根对六层 能不能做到 把烦恼扶住 不要注向生心 眼见的时候就喜欢 眼见的时候就讨厌 耳闻生就生喜欢跟讨厌 那你还是在这个 跟层接触的时候 你六根接触六层 就产生六事了 你没有办法做到 菩萨那个不露印象 你至少要把烦恼扶住啊 这一点就是我们修行 本身要去学习的 第二 你不希望音乐地干扰你 你希望护瓦神来保护你 你也不希望这音乐地靠近你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像丁家丽女士 她有痘胎四个小孩 她到东北去拍片 那位有修行的老和尚 她就有这个天脸了 她说丁祭司啊 你旁边有四位小朋友跟着你啊 她自己吓一跳 师傅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 墮胎四个呢 她自己拿掉四个小孩 所以她访问老和尚说 勤务杀子墮胎 你们看过那个影片 勤务杀子墮胎 功德很大 那叫人家不要斗胎 勤务杀生害命啊 不要残杀动物啊 这两个采访 访谈了 功德很大 杜化很多人 这四个阴灵就受她超度解脱了 这什么 她有功德啊 她真干了 第三 十戒 五戒呢 如果你每一条戒 都做好了 有五尊 护戒神保护你 五戒都做到了 就有二十五位 护戒神 日夜保护你 但是如果你犯戒了 富豪神就 就走了 他就不再 保护你了 老师上特别提 唐朝的误打狗狮 就慈悲三昧水灿的 这位误打狗狮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是知贤法师 那么 知贤法师当时 他在佛事里面的时候 有这位观世音菩萨 视线的叫 加肉加尊总 他身上得了恶极 会产生 很不好闻的味道 没有人厌力去照顾他 所以 活经上讲 看病福田第一 这位知贤法师 他就很热心的照顾 这位 加肉加尊总 把他并照顾好了 照顾好以后 这位加肉加尊总 就跟他讲说 将来你有烂 你看他都可以意见说 他将来会有烂 那他说你将来有烂的 到四川 彭州 九龙山来找我 那么 这位加肉加尊总 就离开了 知贤法师 因为他不断的精进用功 后来 他就当唐义宗的国师 皇帝 请他当国师以后 他的法名 叫误打国师 皇帝喜欢听他开示 请他生做说法 送给他 谭香科的谭香座 那是非常高贵的 那么这误打国师 他就要生做了 他起了一个慢心说 我这么年轻 就当到皇帝的国师 就不得了 那我们现在用俗话 讲是业障现前 福报现前 也是业障现前 他就要生做的时候 脚去踢到 这个 谭香木器科的 奖金的座椅 膝盖这边 这个皮就破掉了 彭州就进去了 因为是你拟有 父戒神 父法神 所以彭州不能靠近 那你一旦 有傲慢心 有贪真是骂你的 那护卷神 退开以后 因此就进来了 他就长得人变苍了 彭州每天跟他喂食 痛得苦不堪连 最后医药往下 找不到名利 所有医生都没有办法 所以当你医药 没办法治好的时候 那个就是烟烈病 那个就是 业障病 那必须要透过忏悔 透过改过 透过积功劣德 透过端悟修善 透过戒杀放生 才有办法 解淫世界 要很大的功德力 那后来他就想到说 那以前那位 家座家村 叫我去四川 找他 有困难的去找他 他就去了 其实以后 他到那个四川 棚出的九龙山 一般凡夫的肉眼 看起来是一座山林 可是当他进到 那个地方的时候 家序家村就画成 极乐圣经给他看 他看到的 他进入 极乐圣经的 净土里面去了 他进去以后 那个地方 看起来是一座山林 事实上他就进入 不同维持空间的净土世界 就是家序家村走到 他的净土世界了 那童子就出来迎接 他就去见他的师父 那童子就去 引他去休息 他说这个不急不急 稍后呢 我再请和尚来见你 后来他就见到 家座家村走 家座家村说 这个没有什么事 因为对这些开悟的圣人来讲的话 业障本空 本觉本有 无名本无 本觉本有 所以他就跟他讲 这没关系 你明天早上去洗 那个三昧水 就会好了 所以慈悲三昧水 你要去体悟 不是一般的吸水 那个是有慈悲性 在里面的三昧水 那三昧水是什么意思 定会等值的三昧水 那就是什么 要有功德 你有功德就有三昧 你没有功德就没有三昧 那用什么 用功德来治这个业障病 来解厌世界 他要去洗那个慈悲三昧水的时候 那个人们上就会讲话了 他就等等等等 他说你读过西汉书吗 因为他们已经到唐朝来了 他说你读过西汉书吗 他说我读过 那时候你读过那个 演弄跟曹措传吗 他就知道 他说你是演弄 我是曹措 我追你追时事 我一直在找机会报仇 都没有机会报仇 因为你每一次都是高僧大的 我根本没有办法靠近你 你看他追他时事 这个多可怕 因为曹措建立皇帝 消除这些小诸佛的权利 皇帝要销欢的时候 把这些诸佛的权利收回来以后 后来引起诸佛叛变 那皇帝就追究了 这些诸佛就是这样 你要找一个带罪高养的水 帮你这样建立 后来 演弄就跟皇帝讲说 那就抓曹措吧 曹措是汉井帝的老师 汉井帝就把他杀死了 后来曹措非常的恨 恨谁 恨演弄 听说他能够被砍下去的时候 还滚了好几千 最后嘴巴张开 把一个石头咬住 就是他非抱着不可 老和尚提到这一段 这个非常有名真实的历史故事 老和尚说你看 你一恋差错 像我们堕措也是一样 也是一恋差错 对不对 他说你看 燕青帝就逃不过了 但是你如果真修行 有何菩萨加持 有父法神保佑 可是你烦恼一起现行 父法神就走了 所以 这是要保持正念 正念是清静心 那么 老法师说 你只要把地址归 感应篇 十三夜道经 做到了 每天用这三样东西 来反省 来检点 真的有过失就要改 无过 要勉力自己 天天这样做 修行自然得到 活菩萨的照顾 你身心才会安稳 这是以上 我们提到这个 狐狸鬼王 好 丝 whilst 讲 关注 呢 我 任 劳 Iraq